各位好,我是彭卉鑫 港股今天的整體走勢仍然未太好 在早段時間來說,高開了七十多點之後 開始的走勢就出現了一個比較明顯的逆轉 而且也看到指數在一度跌到二十天的平均線水平 最主要相信上星期 大家看到指數上升至最高是29,400點 這個水平在樓上,輕輕升破了今年四月份的高位 但隨即有高位回落 並且指數有普利加通道頂部 是十級以下跌到通道的中軸附近 似乎顯示了一件事 投資者對於整個港股走勢仍然未有太大的信心 尤其以現在去看,恆治在短期裏面 似乎要有一個比較大的成交 似乎都比較難一點 外圍來說,美國繼續有一個經濟數據方面 未有支持進一步加發的加息步伐 但也沒有辦法幫助港股的整體走勢 尤其是以現在去看一眾科技類的股份來說 雖然說有反彈 但在未能夠維持一個很強的上升動力之前 整個行指似乎仍然未有一個突破的訊號 但現在來講,恆治主要的阻力位 仍然看回4月份的29,400這個水平 這個水位來講,由今年2月份 指數由高位3183.51跌下來 形成了雙底項線的主要阻力 這個水平來講,在未突破之前 投資者相信都未必可以看到指數 會有一段比較強的拉升動力 而現在來講,資金仍然是個別反快去追逐 科技類股份來說,低開了之後 有資金買回來 但這不是一個很強的上升 反而來講,資金開始重新再部署 一些短期股價跌得比較殘的股份 例如一些內房的走勢 再加上一種航運類別的股份 以及開始有一些資金部署 買入一些澳門的博彩類股份 相信仍然看回一些個別的板塊 並非特別是看好市 現在來講,繼續炒股不炒市的情況 似乎在6月份的時間,仍然會繼續 再講,再講,再講,再講 再講,再講,再講 我們繼續炒股